如果大家第一次看我的頻道,這裡就跟大家介紹了 Vanagear是一個專門介紹電腦、Gaming產品 或者是關於電裏產品的頻道 有興趣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下次希望見到你啦 VG的朋友大家好,我是Van仔 今天就跟大家一號砌機了 話說之前,女同事的機器我已經幫她換了一個箱 但是當時用一隻丁丁的120mm的攬牌 大家都會說,你這個規格用減的東西會差一點 沒錯,其實是我們未有錢拍的東西 現在有錢了,有一隻240mm的攬牌 另外還有一隻120mm的VGA攬牌 如果你有看我上次組裝的影片的話 應該都不會陌生的 反而下面都沒看到 兩隻都是ID cooling的 對啦,當中有一個觀眾忘記了買錯東西 還是買多了東西之後 就給了我 所以這次趁有這個機會試一試 看看能不能安裝到VGA6的2080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那張2080 是在2月份的時候買回來的 早前組裝的影片 如果大家細心的話 就可能留意到那張卡其實有點不同了 而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連用的主人都不知道有升級過那張卡的 所以這次如果假設這樣升級過後 看看它又不知道不知道了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不知道的 它也不會看看箱子裡面有什麼東西的 好了,發了什麼了 現在就把那部機器搬出來 然後再組裝進去 而這次的鏡頭大概會在這個位置拍出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實那部機器放在裡面之後 層的量我也感覺到挺多的 我應該反轉這部機,大家應該知道 WOW,HOLY SHIT 好,之後就要插出顯示卡 以及CPU的水限出來 然後我們做更換 如果這樣的話,這個HITSYNC本身跟的位置 都是用中間這四個小孔的 但是之前有說過 2080或者RTX系列是用外圍的孔 所以我們也是有一種風險 因為觀眾送的水冷是因為沒有RTX的工具 所以假設我們中間這四個孔 是不能夠做一個安裝的話 整件事都是GG了 但如果不拆就不知道究竟行不行 那就試一試 破處了 我相信這張卡的安裝方法 跟上次那張的格式應該是相似的 當然啦 如果只拆開這四顆螺絲就整份 掉出來也...我都不虧的 咦,有出口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2080 Super版 以及它普攻版 2080的版本分別 最主要就是HITSYNC後了 好,那之後呢 你看到這裡四顆孔有些螺絲 是鞏固在金屬板上的 如果拆開這四顆螺絲之後 可以成功的貼上去的話 貼上去的話 整件事就很完美了 不需要搞那麼多東西 甚至是最好的方案 最主要改水 有一個位置要留意 就是它的電感位要散熱 如果你說有一塊呼吸法的金屬板 其實就完美了 拆了出來嗎?大哥 之後我們再把底的這四顆螺絲拆開之後 之後呢 其實這樣看上去又不是很... 感覺到可以不可以的 所以真的要壓到在上面才知道可以不可以了 就這樣看表面那塊金屬呢 其實應該很明顯是下不了的 可以用得上一塊金屬板是最好的 但用不到就沒辦法了 要整塊板起出來 就好像exactly 上次的做法再re-do一次 看下去呢 對啦,沒錯啦 這塊也是會被太大面積的銅貼面 頂住了下面的金屬板 然後放進去 所以我們又要再一次拆機 一樣啦,假設拆開了之後 後面這塊擋板也會用不到 可以了 大致上是減的樣子 那re-do的部分呢 而另外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底部這塊貼片上面 我剛才試過拉扯它的時候 我發現它是有些膠紙的物體 是黏著導熱的 現在就這樣第一件 看到我在那邊搓它 其實它也不會掉出來的 所以可以不上螺絲的狀態之下 這樣去用吧 剛才也測試過了 我們把這塊面的金屬板拆了之後 裝不上這個HITSYNC 由於它沒有RTX的扣具 所以它只能用中間的孔孔 但剛才試過度扭下去之後 發現是不行的 這塊金屬板中間的小孔 其實它有一個... 我也不知道怎樣形容它 就知道有些金屬的絲帽 這些絲帽令整個孔的闊度收窄了 所以它就不能用原裝這塊的普通扣具 這樣扭下去 要還原這張卡 所以我們趁現在就直接換燒熱膏了 順便 因為之前有一支所謂漂亮的東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漂亮的東西 但現在要拆開這張卡 就找些東西做一下吧 換完散熱膏之後 就麻煩大家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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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插回鍵盤 至於這套IT Cooling 我看有沒有辦法問客服那邊 可不可以買一套RTX用的扣具 如果買得到的話 再研究如何換到Super 大家也會留意到 這個牌和我之前用的一樣噴了白色的 只不過我連膠蓋的部分都噴了白色 原本打算看看燈後 中間的位置是怎樣的效果 但現在都沒辦法了 另外CPU水冷的部分 這隻我真的還沒開箱了 其實我買完後有點後悔 因為當初它好像是有白色的版本 我好像是不小心看不到還是怎樣 鬼陰眼之後就買了黑色 如果說白色的話就配合這箱子 說明書 有些扣具 風扇 最後就是這個牌子 希望它不會漏水 這次我們這個牌子會放在頂上 因為前面的地方用了20cm風扇 後面只能放12-14cm風扇 所以整個機箱是很有限的空間去安裝東西 風扇方面有一條線轉為SATA 如果你不用的話就直接用3PIN 破底板 另外我們要看看 現在我們是用2011Socket V3的扣具 所以看看它怎樣安裝 如果是2011就要扭幾顆螺絲 然後放在底座上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有一個INTEL X8 這個應該是AMD 這個就是底座 我相信它應該是一開過 可以應付所有INTEL的Socket 之後我們就把這個扣具扣上去 但留意前面有個LOGO 這樣就不要對錯位 然後弄歪了 扣起來 扣起來之後 它有一點鬆位 我想可能只是當調對而已 希望是這樣 因為我看已經扭盡了 就是這樣說了 叫它扭下去 大家記住了 如果水冷那些沒有預設有散熱膏 就麻煩記得撕花這塊東西 要不是那時黏著這塊去塗散熱膏 就很肉酸 吃糟糕了 你去吃糟糕了 除了扣上去的螺絲之外 應該還有幾粒 扣著水冷和板的大螺絲 應該就這粒了 那句一看就看吧 首先呢 首先我們要看說明書 三節型的螺絲 短的那邊就是扣在底板那邊 這個螺絲的面積比較大一點 所以盡量弄好一點 比較隨便的 之後呢 把這個排放下去了 理論上我們為了不妨礙RGB 應該會把上面的風扇拆出來 再調一下位置 但現在放了水冷截 最後就是扣回螺絲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如果根據鏡頭上看的帶子 可能是黑色的 但我肉眼看會反光的關係 有點灰灰灰的 有幾漂亮的水鬼 你看看它是有布網在表面上的 以它好像200多元來說 好像都相當吸引 不會看起來像雞的東西 ID cooling做得都挺像的 最後就是水冷的power 之後就找回 寫著砰的jumper 然後塞進去就完成了 之後要先把風扇的螺絲 然後換上風扇的排在上面 風扇在下面 相比其他品牌來說 這隻丁丁的做法非常好 你看到這裡很大的面積上面 也有一些很長條形的洞洞 這些洞洞可以讓大家自己調整水冷排 如何放置 至於現在的情況 上完冷排之後 當然也是把風扇扭進去 因為本來的風扇是放在上面 螺絲也有不同的 記住不要硬扭是一定扭不了的 基本上冷排、風扇、冷排加風扇 是三種螺絲來的 如果大家硬扭下去是一定滴滴的 至於裝這個冷排 理論上應該是裝完風扇再裝冷排 上去機箱裡的 但因為我們是replace的關係 就沒有這支高仔槍了 可能會比較辛苦 如果發現不行的話 現在用短一點的螺絲扭扭下去就好一點 不要硬用長螺絲扭 不斷挫下去有機會挫爛的 箱帶的好處就是 波羅羅 好像這些裝風扇、裝水冷排的部分 如果你的箱是比較小一點 如果它安裝了那個位置就會變相 像現在這樣 頂著RAM、底板等情況也會有 所以有時候買貴的硬件的時候 就不妨留意買 究竟是否真的要一個便宜的箱 大致上 CPU的冷排就裝好了 大家都看到外面是差不多的 因為Display的部分暫時換不上去 可能之後再看看是怎樣 應該不會拍片的啦 但應該也可能會換的 最後當然試一試著機啦 RGB風扇都正常啦 聽到有水聲啦 而Logo位置好像也有一點點白光 但就不太強啦 大以上就是這樣 看看下次還有什麼機器啦 見到什麼機器啦